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303章 不被欺 于阳演播 张虎压了压头上的帽子,低头快步走过小巷 巷子中一个老婆子坐在门口,手里正拨着蚕豆 屁股下的小凳子上绑了一根细绳 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个光屁股的小娃 正满地乱爬 看到张虎走过来,那老婆子就一扯绳子 把小娃儿扯过来抱起,警惕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洛阳城中东南角,东水关内立人坊 靠着落水航运 年轻男女都有份活迹的同时 也是龙蛇混杂,案件频发的混乱地方 小儿被拐的案子月月都有 在陌生的小巷中被人当贼防着 张虎都见怪不怪了 穿过百步长的小巷,张虎停在一家门前 左右看看无人,又一闪到斜对面的门口 拿起门环,一、三、二、三的节奏敲了敲 很快门开,露出一尺空隙,一张年轻的脸叹了出来 看见是张虎就让开了门,张虎立刻就闪了进去 开门的年轻人又探头左右看了看像中 见没有异常,方轻轻的关上了门 门后的院子中已经有好几个人,全都站着,紧绷着身子 有人甚至手探怀中,抓着不知什么武器 下一刻就会进入战斗的模样 等看清楚是张虎,一个个才放松下来,笑着跟张虎打招呼 阿虎,你迟到了 虎哥,你可终于来了 张虎逐个打过招呼,他们这个小团体跟松阳书院的那些读书人不同 那些书上之前一个比一个掉门更高 等到官府开始抓人,就变成了缩头乌龟 但他们,人到现在都还在 说话中,一个个安心落座 最年长的一个,已经头发花白 阿虎,以后按时来,老头子经不住吓,还以为你不来了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张敦真的走了 张虎从院子的水缸里,用瓢咬了一大勺子凉水 咕嘟咕嘟喝了个干净,手背妈妈嘴 按亲眼看见他上车 老人又问,有听说他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吗 没有 张虎摇头 就连俺那兄弟都惊讶 说是二今天的时候才传消息来 半个时辰后就登车了 另一个中年人道 肯定是出事了 说不定被撩人打得丢盔弃甲 张贼赶着去处理了 多半就是,有堡垒在,撩人攻过来肯定不容易 但要攻过去,不如我小看 敲门声这时又响起 几个人又都跳了起来,死死盯着门口 方才给张虎开门的年轻人巧步走过去 从门缝里看了看,就拉开门栓,放了一人进来 来人三十多岁,貌不惊人 但看见他,张虎几人连忙抱拳 文官人 文官人沉着脸进来 韩刚回来了 老人双眼一亮 张敦刚走,他就回来 是不是二贼起了纷争 不 文官人显然消息灵通 张敦赶回京师,是太子出事了 哦,谁干的 有人兴奋的问 京师中的那位太子不是先帝亲生 乃是远之宗室入计 也还是二贼的安排 先帝驾崩后,连继位都被押着 还得等所谓议员们到齐了 在议会上宣誓就任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吉 不过是个任人玩弄的悬丝傀儡 在座的人可从没把养在昆明宫的这个小孩子当成是正经的皇太子看过 活着暗眼,死了,那是该举杯庆贺的一件事 不知道 门官人道 不过可以栽在张敦或韩刚身上 离间 有人反应很快 死了太子 不信两宫不心生遗迹 再有传言 两宫会恨死张贼 夫人耳朵根子软 要不是当年太皇太后为韩刚所获 哪里有今日的天下将亡 不提的 文官人打断了对话 吕家问死了 二贼又调来了游师雄 如今洛阳城中已非善地 不知何时搜不到此 诸位这段时间先避一避风头 如果要远离洛阳 车票和过索 我来想办法 一人看看左右 不安地问 会不会查到官人你身上 一下子要办下好些张车票和过索 家书族现在与张贼须以为仪 就想着保证洛阳忠臣孝子的一点元气 二贼还要给他一点脸面 一时之间还不至于查到我的头上 文彦博的侄孙 文黄伦的话让众人大为安心 张虎问道 包官人现在还好吗 文黄伦脑中闪过一个黑金蒙面的身影 沉下脸来 不要提他 谁知道他去哪里了 约定好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这群人便先后离开小院 都是心怀肇事的忠臣 却不得不像贼一样前行 张虎冲坐半档 跟在文黄伦身后 看起来就是一主一仆走在街边 完全不惹人注意 一前一后的沉默了走了一阵 避开了人流 文黄伦忽然问 包永年可找过你 张虎恶然 瞅瞅文黄伦的表情摇摇头 没有 但小人觉得 刺杀吕家文 就是包先生坐下的 自吕家文遇刺案事发后 张虎一直就觉得 这是包永年所为 他们这群人会聚集在一起 最早就是包永年的手笔 可随着文家子弟加入进来 包永年却默默地疏远了团体 多长时间都不露面 都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 不过当初讨论如何刺杀 韩刚和张顿 就有冒充身份 混上二贼专列的设想 文黄伦同样相信 这是包永年坐下的 他们这个小团体制定的种种计划 他也都有过目 只是他对此很生气 清早盲动 坏了大事 笑伯浪一追 刺杀张寒二贼一直都是这群人的计划 但刺杀吕家温却不在计划中 吕家温的性命 相比起韩刚张顿根本不值一提 杀了他 反而会让张寒二贼心生警惕 如今再想对二贼动手 比之前又困难了不知多少倍 区区一个吕家温能有什么用 你等着看好了 就天下之威王 挽天地之轻腿 绝不是靠他包永年 张虎默然 尽管没有再跟着包永年 但他当年范事丢官之后 是包永年拉了他一把 也是从包永年那里明白 天下不安 百姓罹难 甚至自己指挥使的差事 本人弄掉 都是奸臣灵逼天子的结果 包永年在他是师长 也是恩人 虽然他现在是听冯荒伦的吩咐做事 但还是不想听到诋毁包永年的话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余杨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 第303章 不背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 第304章 不背8